娱乐圈热热闹闹,多的是炒作,噱头,无事也要生事,赚一波流量,搏一搏眼球。 却正因如此,娱乐圈多的是流水的生河花,宛如烟火灿烂,转瞬即逝。 在众生追着浮华奔走的内鱼,肖战却如一股清流,保守初心,三分通透七分努力,一腔热爱,把低调进行到底,也把事业推上巅峰。 在利益之上的娱乐圈,明星宛如流水线上的产品,包装好后就赶紧上市,趁着新鲜赶紧卖,实现利益最大化,转而继续推陈出新,进入下一轮。 明星本人若上进点,知道深耕自深,能红得长久点,若只知正热钱,卖青春,那真是丢了尊严,也丢了未来。 有道是,路走得有多踏实,就会走得多长远。 这或许就是飞升产线产品的肖战,他的成功之道。 肖战大龄出道,因热爱走入娱乐圈。 宛如出生牛犊,转着灵动的大眼睛,清澈地不容尘埃,绝强地不具一切规则。 他被打压的孤身艺人也要奔向前程。 他被遮天的黑手压进土里掩埋,也坚强地努力扎根生长,发芽,抽枝,长成参天大树。 宛如疾风骤雨的时光里,他心存热爱,不曾迷失方向与信念,默默行,悄悄长,长成了那于难以企及的存在。 到如今,最好的合适的资源都最先捧到肖战面前,不好的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肖想肖战。 甚至还有暗戳战以肖战未选的资源为噱头,来摇旗招人,也是绝了。 讲真,肖战的待遇和咖位,真是让人羡慕得面目全非。 可即便如此,肖战却从不炫耀,把低调进行到底,鲜少曝光,形成保密,工作保密,一切保密。 全网上下,夜内夜外瞪员双眼盯着,也自吻如泰山,不露嘶吼。 绝对的狠人,干大事的人。 就说肖战拍摄的战争剧片,得显景致,从网传是男主,到奔赴宜昌拍摄,顶着三个月酷热,顶着私生的蹲守。 直到杀青,该片也没爆出一张海报,一点路透,连官宣也没有,剧方的把控堪称一绝。 不愧是战争片,纪律言明。 直到杀青宴结束,孔生导演宋别肖战后,才终于爆出了该片的开机视频,真可谓功成身陷,令人钦佩。 视频中的肖战素颜朝天,露出一点胡茶,眼睛一如未无限时的活泼灵动,虽然有男人的粗广,不改的是那挡不住的青春和朝气,还有那明媚人心,照亮世界的笑容。 让人恍神间梦回,陈情令,又转眼间跳出了孔生送别肖战时,弥漫的不舍与伤感。 穿越回了三个月前,肖战正式成为了莫德贤,开始了烽火与厮杀的洗礼。 看着这一切,不禁让人顿生感慨,肖战这真是功成身陷,恰如其人,踏实又稳重,熬得住艰辛,成得住荣光,守得住功成。 人生在铁血魔力中成长,再不会倒2020年浙江卫视综艺的覆辙,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,不断增加自己的价值,即便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,也恪守低调自持,不卑不亢,与人一条路,与己一片天。 人生有几件事最难为,欲美食不缠,欲钱不贪,欲荣不娇,欲败不乃,得失从容,处便不惊。 凡此种种,能做到者皆非凡人,很难不成功。 肖战如是。 所以,肖战S无限可能,可不是说说而已,是可以预见的未来。 肖战得显景致,开机高清素颜视频的流出,如同一场视觉盛宴,震撼了无数人的心。 肖战胡扎的他,更胜于华服精修,让人不禁感叹,这世间怎会有如此帅气之人。 你真的要永远相信肖战的肖战,妈生的超级帅脸,永远不会让你失望。 对于肖战的颜值,网友们的总结可谓精准至极。 视频胜于照片,本人胜于视频,肖战胜于精修,越是生涂越好看。 近日,肖战芯片得显景致,开机时拍摄的一段高清素颜视频,被网友发布出来。 视频中的肖战,带着胡扎,大大的眼睛熠熠生辉。 时不时地左顾右盼着,那份灵动与俏皮,让人瞬间心动。 他随意穿着大体绪短裤,状态松弛,肉眼可见的开心模样,精神状态极佳。 视频里的肖战虽然没有带妆,可是那种野生的天然帅气,真的是要溢出屏幕之外了。 见眉心目,阴气逼人,他的每一个眼神,每一个表情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 我最是喜欢肖战不加修饰的野生眉毛和雪白兔芽。 那是一种自然之美,无需雕琢,却能让人沉醉其中。 肖战的帅气,真的是随时随地都拿得出手。 无论何时何地,他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网友评论说,视频中的肖战笑容灿烂,眼神明亮,皮肤细腻,展现出一种干净耀眼的少年气息,不愧是掌管素颜的神。 肖战的素颜既有成熟男人的魅力,又有满满的少年感。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在他身上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,和谐统一,让人惊叹不已。 清澈的眼眸,偶尔的呆萌,瞬间的沉思,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心动不已。 这壶茶也是长得刚刚好,青涩又性感,加之肖战完美的身材,简直就是对眼睛的一次友好洗礼。 肖战素颜一直是很多喜爱肖战朋友们的心头号,凡是见过肖战本人的,无不为肖战的盛世美颜倾倒。 但是这样清晰的素颜确实比较罕见,肖战这个状态也是惹得大家更想看《德贤锦致》了。 影片中的莫德贤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呢? 特别导演孔生还曾透露说,《德贤锦致》是不太一样的电影,完全想不到的故事,想不到的人物,想不到的一切。 再看到这样的肖战,怎么能不期待爆棚呢? 《德贤锦致》作为正午阳光首次进军电影市场的作品,一直备受期待。 尽管整个拍摄过程相当低调,几乎没有对外透露太多信息,但网友们依然对这部电影的质量抱有很大信心。 肖战的加入,更是让这部电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 他用自己的演技和魅力,为电影注入了灵魂。 大家都在期待着,这部电影能在不久的将来正式上映,让大家看到演员肖战更多的可能性。 肖战,你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星,你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世界。 你的颜值,你的才华,你的努力,都让人为之倾倒。 你的每一个作品,都是一次惊喜,一次感动。 你用自己的行动,诠释着,什么是真正的美,什么是真正的艺术。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,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让我们,一起为肖战加油,为他的未来喝彩。 愿肖战的艺术之路,越走越宽,愿他的人生越来越精彩。 肖战,你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,我们将与你一起,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在娱乐圈的浩瀚星空中,肖战如同一颗最为耀眼的星辰,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光芒。 肖战生日博17天达成4000万赞,这一惊人的数据,如同一场震撼人心的风暴,席卷了整个娱乐圈。 这真的是很恐怖的数据啊。 17天达成4000W赞,外赞也高达195W。 北京文化论坛,大湾区电影节晚会,33岁生日,及保湿龙活动四连看, 真的是全方位大吸粉,拉抱整个那鱼。 星光无两,璀璨夺目。 4000万达成竟然只用了17天,那鱼断层无庸置疑。 2分钟点赞破百万,16分钟评论破百万,17分钟转发破百万,26分钟点赞破105万,12小时50分钟点赞破2000万,3天23小时15分钟点赞破3000万,7天21小时46分钟点赞破3500万,17天19小时32分钟点赞破4000万。 这样的奇迹,估计短时间内只有肖战能够打败自己。 他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峰,屹立于娱乐圈的巅峰,让人仰望,让人惊叹。 这次生日博的盛况,不仅展示了肖战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,还显示了他的国际粉丝基础。 肖战的生日微博,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极高的热度,用万众瞩目形容也绝不为过。 粉丝们跃跃欲试,希望再创辉煌,他们的热情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,照亮了整个世界。 旁观者则各怀心思,有来见证历史的,有来看热闹的,也有等待拉踩的。 然而,结果就是暴风雨一样的速度和规模令人不得不对肖战进行膜拜。 那个男人,果然还是那个男人。 内于天花板,仍旧让你继续膜拜,无法企及。 除了粉丝的热情支持外,肖战的工作室也在生日当天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活动。 工作室分别在0点、10点05分、16点23分、22点05分和23点59分发布了三组照片和两个视频,共五篇微博。 每一篇微博的文案都非常用心,体现了工作室对肖战的尊重和支持,也体现了肖战本人对粉丝的用心回馈。 工作室的核心是肖战,工作的用心回馈就是肖战暖心的表达。 这些丰富的内容让粉丝们感到十分满意,也为肖战赢得了更多的关注。 此次肖战33岁赫生辰盛况,不仅仅是粉丝再积极参与。 各大肖战代言的品牌和众多官媒也积极参与互动,祝福我们的正能量艺人。 这也进一步体现了肖战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。 这种正面的互动不仅增强了粉丝的凝聚力,也让肖战的品牌价值得到了提升。 四千万赞是一个里程碑,也是新的奇迹的起点。 肖战奇迹没有上线。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帅气外表,更在于他的才华、努力和人格魅力。 他用自己的演技征服了观众,用自己的歌声打动了人心,用自己的善良和正能量影响了世界。 他是一个真正的偶像,一个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。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,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他的每一个作品,都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,都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闪光点。 他的故事,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,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。 让我们,一起为肖战加油,为他的未来喝彩。 愿肖战的光芒,永远照耀着我们。 愿他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,愿他的人生越来越精彩。 肖战,你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 我们将与你一起,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看到有人总结肖战出道九年,顶留五年多的时间里的表现,称赞他是那余特种兵啊。 不看不知道,一看下一挑啊。 肖战传奇的九年里,取得的成就确实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,但是他就那样自然而然地做到了。 传奇的九年里,他从设计师跨界而来,从选秀出道当了爱豆。 开了演唱会,上了不少的综艺。 他拍了网剧,电视剧也拍了,话剧也演了,单曲也出了。 演戏方面,更是不限题材,不限领域,多赛道全面开花。 男评女评剧两手抓,原创改编两手抓,电影电视两手抓。 题材上更是百花齐放,有古偶玉古瑶,有线偶余生请多指教, 有仙侠陈情令,有玄幻斗罗大陆,有年代剧梦中的那片海, 有军旅剧,王牌部队,有都市剧,娇阳伴我,有武侠剧,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, 有权谋剧,藏海传,还有抗战剧,德显景致。 任何题材,他都驾轻就熟,游刃有余。 肖战没有什么题材的舒适区,全都是他的统治区。 他一直执拗的开疆拓土,挑战自我。 商务代言方面,既有国民品牌,也有国际高奢。 肖战代言的TITO都是代言人的最高头衔,代言待遇都给到最顶级。 地广大屏更是扑遍全球。 时尚表现方面,肖战更是连灯一线大刊, 拉叶多版联动的牌面,经久饮食不在话下。 高奢广告,全球全平台播放,不搞区域特供。 凡是他出席的活动,不是压轴,就是特殊待遇。 时尚媒体官媒都爱他。 活动宣发,都是用他引流。 肖战最牛的地方在于以上所有的活动,完成度都非常高,绝对保质保量。 只要本人现身,就是王炸。 甚至能凭一己之力拉抱一个时装周,或是一个聚集了半个娱乐圈盛典的热度。 网友总结说,肖战就是内鱼稀缺的真正的王牌特种兵。 真正的干一行爱一行,一行一行,行行行。 这个评价也是相当精准到位了。 最恐怖的是,这个内鱼特种兵正值当打之年,开疆拓土,自我挑战一直践行当中。 到底这个内鱼特种兵还能有怎样的奇迹? 我们不设上线,一起见证。